但以礼书,第一章,由大王约雅靖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成围困。 主将由大王约雅靖,并神殿中七一敏的几分交付他手。 他就把这七敏带到是拿地,收入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 王小玉太监常雅施皮纳,要他将以色列人,并以色列王后裔和官长中带进几个人来,就是年少没有残疾。 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足能势力在王宫里的,要教他们迦勒底的学问言语。 王派定将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每日赐他们一分,养他们三年。 满了三年,好叫他们在王面前势力。 他们中间有由大族的人,但以礼、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 太监常给他们起名,称但以礼为伯提沙撒,称哈拿尼亚为沙德拉,称米沙利为米沙,称亚撒利亚为亚伯尼哥。 但以礼却立志不以王的善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常容他不玷污自己。 神使但以礼在太监常眼前蒙恩惠,受恋爱。 太监常对但以礼说,我惧怕我主我王,他已经派定你们的饮食。 倘若他见你们的面貌比与你们相慰的少年人肌兽,怎么好呢? 这样,你们就使我的头在王那里难保。 但以礼对太监常所派管理,但以礼、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的弥撒说, 求你试试仆人们十天给我们豆子吃,白水喝,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和用王善那少年人的面貌就照你所看的代仆人吧。 他便允准他们这件事,是看他们十天。 过了十天,见他们的面貌比用王善的一切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 于是米沙撤去派他们用的扇,饮的酒给他们豆子吃。 这四个少年人,神在各样学问智慧上赐给他们聪明知识,但以礼又明白各样的异象和梦兆。 尼布甲尼撒王曾小玉要带进少年人来的日期满了,太监常就把他们带到王面前。 王与他们谈论,现少年人终无一人能比但以礼、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所以留他们在王面前示例。 王考问他们一切事,就现他们的智慧聪明,比通国的术士和观天象的胜过十倍。 道色鲁世王元年,但以礼还在,但以礼书,第二章,尼布甲尼撒在位第二年,他做了梦,灵里烦乱,不能睡觉。 王分夫人,江术士,观天象的,行邪术的,和迦勒底人召来,要他们江王的梦指世王,他们就来站在王前。 王对他们说,我做了一梦,灵里烦乱,要知道这是圣魔梦。 迦勒底人用叙利亚的言语对王说,愿王万岁啊,请将那梦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讲解。 王回答迦勒底人说,梦我已经忘了,你们若不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就必被灵迟,你们的房屋必成为粪堆。 你们若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就必从我这里的赠品和赏赐并打尊荣。 现在,你们要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 他们又对王说,请王将梦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讲解。 王回答说,我准知道你们是故意持眼,因为你们知道那梦我已经忘了。 你们若不将梦告诉我,只有一法待你们,因为你们预备了谎言乱语,向我说,要等候实施改变。 现在你们要将梦告诉我,我就知道你们能将梦的讲解告诉我。 迦勒底人在王面前回答说,世上没有人能将王所问的事说出来,因为没有君王、大臣、掌权的像术士或观天象的或迦勒底人问过这样的事。 王所问的是甚难,除了不与世人同居的众神明,没有人在王面前能说出来。 因此,王气愤愤地大发烈怒,吩咐灭绝巴比伦所有的哲氏。 于是命令发出,哲氏将要剑杀,人就寻找但以理和他的同伴,要杀他们。 王的护卫常亚略出来,要杀巴比伦的哲氏,但以理就用蜿蜒回答他,向王的护卫常亚略说, 王的命令为何这样紧急呢? 亚略就将情节告诉但以理,但以理便进去求王宽献,就可以将梦的讲解告诉王。 但以理回到他的居所,将这事告诉他的同伴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 要他们祈求天上的神势怜悯,将这奥秘的事指明, 免得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与巴比伦其余的哲氏一同灭亡。 这奥秘的事就在夜间异象中给但以理显明,但以理便称颂天上的神。 但以理说,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直到永永远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 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之十次予聪明人。 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知道暗中所有的,光明也与他同居。 我列祖的,神啊,我感谢你,赞美你,以你将智慧才能赐给我。 如今,你又把我们所求的只是我,把王的事给我们指明。 于是,但以理晋去见亚略,就是王所派灭绝巴比伦哲氏的。 对他说,不要灭绝巴比伦的哲氏,求你领我到王面前,我要将梦的讲解告诉王。 亚略就急忙将但以理领到王面前。 对王说,我在被掳的犹大人中遇见一人,他能将梦的讲解告诉王。 王问称谓伯提沙撒的但以理说,你能将我所做的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吗? 但以理在王面前回答说,王所问的那奥秘氏,哲氏,观天象的,树氏。 观照的都不能告诉王,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显明奥秘的事。 他已将日后必有的事,只是尼不假尼撒王。 你的梦和你在床上脑中的异象是这样,王啊,你在床上想到后来的事,那显明奥秘氏的主把将来必有的事只是你。 至于那奥秘的事显明给我,并非因我的智慧胜过一切活人, 只是为他们的缘故,乃是王知道梦的讲解和心理的思念。 王啊,你梦见一个大象,这大象极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形状甚是可怕。 这项的头是金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银的,肚腹和大腿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 你观看,现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项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 于是铁、泥、铜、银、金毒一桶砸得粉碎,成如夏天河肠上的康比,被风吹散,无处可寻。 打碎这项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全地。 这就是那梦,我们在王面前要讲解那梦。 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 凡是人所住之地的走兽,并天空的飞鸟,它都交付你手,使你掌管这一切。 你就是那金头,在你以后,必令星一国,不急于你,又有第三国,就是铜的,必掌管全地。 第四国,必肩壮如铁,铁能打碎克制百物,又能破碎一切,那国也必如铁打碎,践踏一切。 你既见像的角合脚指头,一半是陶匠的泥,一半是铁,那国将来也必分开。 你既见铁与泥混杂,那国也必有铁的力量。 那脚指头,既是半铁半泥,那国也必半强半弱。 你既见铁与泥混杂,那国民也必与个众人混杂,却不能彼此相合,正如铁与泥不能相合一样。 当那猎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国也必不归别民,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 你既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打碎铁,铜,泥,银,金,那就是质大的,神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指名。 这梦准是这样,这讲解也是确实的。 当时,尼布甲尼撒王脸浮在地,向但以礼敬拜,并且吩咐人给他奉上供武和香品。 王对但以礼说,你既能显明这奥秘的是,你们的神诚然是众神之,神,众王之,主,又是显明奥秘式的。 于是,王使但以礼成了尊贵人,赏赐他许多上等礼物,派他管理巴比伦全省,又立他卫省长之手,掌管巴比伦的一切哲势。 但以礼求王,王就派沙德拉,米萨,亚伯尼哥管理巴比伦省的事务,只是但以礼常在朝中视作。 但以礼书,第三章,尼布甲尼撒王造了一个金像,高六十轴,宽六轴,立在巴比伦省杜拉平原。 尼布甲尼撒王差人将官长,巡抚,军长,涅斯,藩斯,谋士,法官,和各省的官员都召了来,为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象形开光致力。 于是,官长,巡抚,军长,涅斯,藩斯,谋士,法官,和各省的官员都聚集了来,要为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象形开光致力,就站在尼布甲尼撒所立的象前。 那时传令的大声呼叫说,各方,各国,各方言的人啊,有令传与你们,你们一听剑角,敌,贤,琴,琴,色,阳琴,和各样乐器的声音,就当俯伏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 因此,各方,各国,各方言的人民一听剑角,敌,贤,琴,琴,色,和各样乐器的声音,就都俯伏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 那时,有几个迦勒底人进前来控告犹太人,他们对尼布甲尼撒王说,愿王万岁啊。 王啊,你曾将只说,凡听剑角,敌,贤,琴,琴,色,阳琴,和各样乐器声音的都当俯伏敬拜金像,凡布俯伏敬拜的,避扔在烧着烈火的炉中。 现在有几个犹太人,就是王所派管理巴比伦省事务的沙德拉,弥撒,亚伯尼哥,王啊,这些人不理你,不是奉你的众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 当时,尼布甲尼撒冲冲烈怒,吩咐人把沙德拉,弥撒,亚伯尼哥带过来,他们就把那些人带到王面前。 尼布甲尼撒问他们说,沙德拉,弥撒,亚伯尼哥呀,你们不是奉我的众神,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是真的吗? 你们在听见脚,敌,贤,琴,琴,色,阳琴,和各样乐器的声音,若俯伏敬拜我所造的像,却还可以,若不敬拜,避历时扔在烧着烈火的炉中,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手呢? 沙德拉,弥撒,亚伯尼哥对王说,尼布甲尼撒啊,这件事我们必不去怕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是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烧着烈火的炉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 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是奉你的众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 当时,尼布甲尼撒列怒田兄,向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变了脸色,他就吩咐叫人把炉烧热,比寻常更加凄倍。 他又吩咐他,军中智壮智勇的几个壮士,将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捆起来,扔在烧着烈火的炉中。 这三人穿着内袍,裤子,帽子,和别的衣服,被捆起来,扔在烧着烈火的炉中。 因为亡命紧急,炉又甚热,那台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人都被火焰烧死。 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这三个人都被捆着落在烧着烈火的炉中。 尼布甲尼撒王惊奇,急忙起来,对谋士说,我捆起来扔在火里的不是三个人吗? 他们回答王说,王啊,是。 王说,看啊,我见有四个人并没有捆绑,在火中行走,也没有受伤,那第四个的相貌好像神之,紫。 于是,尼布甲尼撒就近烧着烈火之炉的炉口,说,至高,神的仆人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出来,上这里来吧。 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就从火中出来了。 那些官长,巡抚,军长,和王的谋士一同聚集看这三个人,见火无力伤他们的身体,头发也没有烧焦,衣服也没有变色,并没有火了的气味。 尼布甲尼撒说,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他差遣他的天使,救护依靠他的仆人,他们不遵亡命,舍去己身,在他们自己的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神。 现在我降旨,无论何方,何国,何族的人,妄论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之,神的,必备灵齿,他的房屋必成份堆,因为没有别的,神能这样施行拯救。 那时王在巴比伦省,高升了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但以礼书第四章,尼布甲尼撒王小狱,住在全地各方,各国,各方言的人说,愿你们大享平安。 我乐意将高处的,神向我所行的神迹骑士宣扬出来,他的神迹何其大,他的骑士何其上,他的国是永远的,他的权柄存到世世代代,我尼布甲尼撒恩居在宫中,平顺在殿内,我做了一梦,使我惧怕,我在床上的思念,并脑中的异想,使我惊慌。 所以我将指召巴比伦的一切折势到我面前,叫他们把梦的讲解告诉我,于是那些术士,观天象的,迦勒底人,观照的都进来,我将那梦告诉了他们,他们却不能把梦的讲解告诉我。 末后那照我神的名,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来到我面前,他里头有众圣神的灵,我将梦告诉他说,术士的领袖伯提沙撒呀,因我知道你里头有众圣神的灵,圣魔奥秘的事都不能使你为难。 现在要把我梦中所现的异象和梦的讲解告诉我,我在床上脑中的异象是这样,我看见地当中有一棵树,极其高大,那树渐长,而且坚固,高的顶天,从地极都能看见,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可做众生的食物,田野的走兽卧在阴下,天空的飞鸟,塑在枝子之间,凡有血气的都从这树的使。 我在床上脑中的异象,现有一个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 他大声呼叫,说,罚到这树,砍下枝子,摇掉叶子,抛散果子,使走兽离开树下,飞鸟躲开树枝,树桩却要留在地内,用铁圈和铜圈孤注,在田野的嫩草中让天露低失,使他与地上的兽一同吃草,使他的心改变不如人心,给他一个兽心,使他经过栖期。 这是乃守望者所发的命,圣者所出的令,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与谁,就赐与谁,或立即卑微的人执掌国权。 这是我尼布甲尼撒王所做的梦。 勃提沙撒呀,你要说明这梦的讲解,因为我国中的一切哲事都不能将梦的讲解告诉我,唯独你能,因你里头有众圣神的灵。 于是称为勃提沙撒的但以理惊讶一时,心意惊慌。 王说,勃提沙撒呀,不要因梦和梦的讲解惊慌。 勃提沙撒回答说,我主,愿这梦归于恨恶你的人,讲解归于你的敌人。 你所献的树剑长,而且坚固,高得顶天,直到全地都能看见,叶子滑美,果子甚多,可作众生的食物,田野的走兽住在旗下,天空的飞鸟塑在之上。 王啊,这剑长又坚固的树就是你,你的威势剑长几天,你的权柄管到地基。 王继看现一个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说,将这树砍伐毁坏,树桩仍要留在地内,用铁圈和铜圈孤注,在田野的嫩草中,让天鹿滴师,使他与地上的兽一同吃草,直到经过七七。 王啊,讲解就是这样,临到我主我王的事是出于至高者的命。 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他们必使你赤草如牛,又被天鹿滴师,且要经过七七。 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 守望者既吩咐存留树桩,等你知道诸天掌权,以后你的国必定归你。 王啊,求你悦纳我的谏言,以施行公义断绝罪过,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 这时都临到尼布甲尼萨王。 过了十二个月,他行走在巴比伦国的王宫里。 他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卫家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 这话在王口中尚未说完,有声音从天降下,说,尼布甲尼萨王啊,有话对你说,你的国未离开你了。 他们必把你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受同居,他们必使你赤草如牛,且要经过七七。 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 当时这话就应验在尼布甲尼萨的身上,他被赶出离开世人,赤草如牛, 身被添露低失,头发长长,好像阴毛,指甲长长,如同鸟爪。 日子满足,我尼布甲尼萨举目望天,我的聪明富贵于我,我便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 他的权柄是拥有的,他的国存到世世代代,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未虚无,在天上的军队和世上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 无人能拦住他手,或问他说,你做甚么呢? 当时,我的聪明富贵于我,为我国的荣耀,尊贵和光耀也都富贵于我,并且我的谋士和大臣也来朝见我, 我又得坚立在国位上美好的威严加增于我。 现在我尼布甲尼萨赞美,尊崇,恭敬天上的,王,因为他所做的全都诚实,他所行的也都公平。 那行动骄傲的,他能降违背,但以礼书第五章, 伯沙撒王为他的一千大臣设百圣言,与这一千人对面饮酒。 伯沙撒欢饮之间,吩咐人将他夫尼布甲尼萨从耶路撒冷殿中所掠的金银器皿拿来, 王与官场,后妃,妃嫔好用这器皿饮酒。 于是,他们把耶路撒冷神殿库房中所掠的金器皿拿来,王和大臣,后妃,妃嫔就用这器皿饮酒。 他们饮酒,赞美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众神。 当时,忽有人的指头显出,在王公与竹台相对的粉墙上写字。 王看见写字的指头,王就变了脸色,心已惊慌,以致腰骨好像脱节,双膝彼此相碰。 王大声呼喊,要将官天象地和迦勒底人并关照地领进来。 王对巴比伦的哲识说,谁能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我, 他毕身穿珠红色袍子,像带金链,在我锅中位列第三。 于是,王的一切哲识都进来,却不能读那文字,也不能把讲解告诉王。 伯沙撒王就慎惊慌,脸色改变,他的大臣也都惊起。 太后殷王和他大臣所说的话,就进入燕宫,说,愿王万岁啊! 你心意不要惊慌,脸面不要变色。 在你国中有一人,他里头有众圣神的灵,你父在世的日子, 这人心中光明,又有聪明智慧,好像众神的智慧。 你父尼布贾尼撒王,就是王的父,理他未属士, 观天象的,和迦勒底人并关照的领袖。 在他里头有美好的灵性,又有知识聪明, 能圆梦,示谜语,解疑惑。 这人名叫但以礼,尼布贾尼撒王又衬,他为勃提杀撒, 现在可以召他来,他必解明这意思。 但以礼就被领到王前。 王问但以礼说,你是被掳之犹太人中的但以礼吗? 就是我父王从犹太掳来的吗? 我听说你里头有众神的灵,心中光明, 又有聪明和美好的智慧。 现在,哲氏和观天象的都领到我面前, 为叫他们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我, 无奈他们都不能把讲解说出来。 我听说你善于讲解,能解疑惑, 现在你若能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我, 就毕身穿珠红色袍子, 向带金链,在我国中位列第三。 但以礼在王面前回答说, 你的赠品可以归你自己, 你的赏赐可以归给别人, 我却要为王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王。 王啊,至高的,神曾将国位, 大权,荣耀,威严,赐予你赴尼布贾尼萨, 因神所赐他的大权, 各方,各国,各方言的人都在他面前战惊恐惧。 他可以随意生杀,随意生将, 但他心高气傲,灵野刚毕, 甚至行事狂傲, 就被挤去王位,夺取荣耀。 他被赶出离开世人, 他的心便如寿心, 与野驴同居,吃草如牛, 身被天鹿低尸, 等他知道至高的, 神在人的国中掌权, 凭自己的意志, 令人治理他。 博沙撒啊, 你是他的儿子, 你虽知道这一切, 你心仍不谦卑, 竟向天上的主自高, 使人将他殿中的器皿拿到你面前, 你和大臣, 后非非凭用这器皿饮酒, 你又赞美那不能看, 不能听, 无知无事, 金、银、铜、铁、木, 石所造的众神, 却没有降荣耀归于, 那手中有你气息, 管理你一切行动的神。 因此从, 神那理显出指头, 来写这文字。 所写的文字是, 迷你, 迷你, 提克勒, 无法而信。 讲解是这样, 迷你, 就是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 到此完毕。 提克勒, 就是你被撑在天平里, 显出你的亏欠。 皮勒斯, 就是你的国分裂, 归于马代人和波斯人。 波沙撒下令, 人就把珠红色袍子给但以理穿上, 把金链给他戴在景象上, 又传令使他在国中位列第三。 当夜, 加勒底王波沙撒被杀, 马代人大刘氏年62岁, 娶了加勒底国, 但以理书第六章, 大刘氏随心所愿, 立120个官长, 治理通国。 又在他们以上立总长三人, 但以理拘手, 使官长在他们三人面前回复事务, 免得亡受亏损。 因这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 所以显然超乎其余的总长和官长, 王又想立他治理通国, 那时, 总长和官长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 未要找机会告他, 只是找不住他的错过失, 因他忠心办事, 毫无错过事。 这些人便说, 我们要找机会告这但以理的把柄, 除非在他, 神的律法中就寻不住。 于是, 总长和官长纷纷聚集来见王, 说, 愿大留士王万岁。 国中的总长, 巡抚, 官长, 谋士和军长都不愿, 彼此商议, 要立一条坚定的禁令, 三十日内, 不拘何人, 若在你以外, 王啊, 或向神, 或向人求甚魔, 就必扔在狮子坑中。 王啊, 现在求你立这禁令, 加盖玉玺, 使禁令绝不更改, 赵马代和波斯人的立, 是不可更改的。 于是, 大留士王立这禁令, 加盖玉玺, 但以理知道, 这禁令盖了玉玺, 就到自己家里, 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 一日三次, 双膝跪在他, 神面前, 祷告感谢, 语速尝一样。 那些人就纷纷聚集, 信誕以理在他, 神面前祈祷恳求。 他们便进到王前, 提王的禁令, 说, 王啊, 三十日内不拘何人, 若在王以外, 或向神, 或向人求甚魔, 必被扔在狮子坑中。 王不是在这禁令上, 盖了玉玺吗? 王回答说, 使有这事, 赵马代和波斯人的力, 是不可更改的。 他们对王说, 王啊, 那被掳制由大人中的 但以理不理你, 也不遵你盖了玉玺的禁令, 他竟一日三次祈祷。 王听见这些话, 就甚愁烦, 一心要救但以理, 筹划解救他, 直到日落的时候。 那些人就纷纷聚集来见王, 说, 王啊, 当知道马代人和波斯人有力, 凡王所立的禁令和律力, 都不可更改。 王下令, 人就把但以理带来, 扔在狮子坑中, 王对但以理说, 你所尝试奉的, 神, 他必救你。 有人搬石头放在坑口, 王用自己的喜和大臣的印, 封闭那坑, 使承办但以理的事毫无更改。 王回宫, 中夜进时, 无人拿乐器到他面前, 并且睡不着觉。 此日清早, 王就起来, 急忙往狮子坑那里去。 临近坑边, 哀声呼叫但以理, 对但以理说, 永生, 神的仆人但以理呀, 你所尝试奉的, 神能救你脱离狮子吗? 但以理对王说, 愿王万岁呀。 我的, 神差遣他的天使, 封住狮子的口, 叫狮子不伤我, 因我在神面前无辜, 王啊, 我在你面前, 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 王就为他甚喜乐, 吩咐人将但以理从坑里系上来。 于是, 但以理从坑里被系上来, 身上毫无伤损, 因为信靠他的, 神。 王下令, 人就把那些控告但以理的人, 连他们的妻子而女都带来, 扔在狮子坑中。 他们还没有到坑底, 狮子就剩了他们, 咬碎他们的骨涛。 那时, 大刘氏王传指, 小玉住在全地各方, 各国, 各方言的人说, 愿你们大享平安。 现在我降指, 小玉我所统侠的全国人民, 要在但以理的, 神面前, 战惊恐惧。 因为, 他是永远长存的活, 神, 他的国永不败坏, 他的权柄永存无几。 他护必人, 搭救人, 在天上地下, 施行神迹歧事, 救了但以理脱离狮子的猛士。 如此, 这但以理, 当大刘氏王在位的时候, 和波斯王瑟鲁氏在位的时候, 大想亨通。 但以理书, 第七章, 巴比伦王伯沙撒元年, 但以理在床上做梦, 献了脑中的异象, 就记录这梦, 述说其中的大意。 但以理说, 我夜里见一相, 看见天的似风陡起, 挂在大海之上。 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 形状各有不同, 第一个像狮子, 有鹰的翅膀。 我正观看的时候, 兽的翅膀被拔去, 兽从地上的立起来, 用脚站立, 像人一样, 又得了人心。 又见另有一兽如熊, 就是第二兽, 旁旷而坐, 口齿内闲着三根肋骨。 托门队这兽如此说, 起来吞吃多肉。 此后我观看, 现又有一兽如暴, 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 这兽有四个头, 又得了权柄。 其后, 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 见地四兽甚是可怕, 极其威武, 大有力量, 有大铁牙, 吞吃嚼碎, 所剩下的用脚践踏。 这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 头有尸角。 我正观看这些脚, 现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脚, 先前的脚中有三脚在这脚前, 连根被驼拔出来。 这脚有眼, 向人的眼, 有口说夸大的话。 我观看, 现有宝座下落, 上头坐着, 亘古常载着。 她的衣服洁白如雪, 头发如纯净的羊毛。 宝座如火焰, 麒轮如烈火。 从她面前有火盒发出, 是奉她的有千千, 在她面前视力的有万万, 审判已经定了, 暗卷都展开了。 那时我观看, 现那兽因小脚说夸大话的声音被杀, 身体损坏, 扔在火中焚烧。 至于其余的兽, 权柄都被夺去, 生命却仍存留, 直到锁定的时候和日期。 我在夜间的异想中观看, 现有一位像人字的驾着天云而来, 被领到亘古常载者面前, 得了权柄, 荣耀, 国度, 使各方, 各国, 各方言的人都是奉她。 她的权柄是永远的, 不能废去, 她的国必不败坏。 我但以礼的灵在我里面愁烦, 我脑中的异想使我惊慌。 我就近一个势力者, 问她这一切的真相。 她就告诉我, 将那事的讲解给我说明, 这四个大寿, 就是四王将要在世上兴起。 然而, 至高者的圣民, 必要德国享受, 直到永永远远。 那时我愿知道第四寿的真相, 托魏和与其余的大不相同, 甚是可怕, 有铁牙铜爪, 吞吃嚼碎, 所剩下的用脚剑塔, 头有石脚, 和那另长的一脚, 在这脚前有三脚被铁打落。 这脚有眼, 有说夸大话的口, 形状强横, 过于铁的同类。 我观看, 见这脚与圣民征战, 胜了他们。 直到, 亘古常载者来给至高者的圣民申冤, 圣民德国的时候就到了。 那势力者这样说, 第四寿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国, 与一切国大不相同, 必吞吃全地, 并且见他嚼碎。 至于那石脚, 就是从这国中必兴起的石王, 后来又兴起一王, 与先前的不同, 他必制服三王。 他必想, 至高者说夸大的话, 必折磨, 至高者的圣民, 必想改变节七和律法。 圣民必交付他首一载, 二载, 半载。 然而, 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 他的权柄必被夺去, 毁坏, 灭绝, 一直到底。 国度, 权柄, 和普天下之国的大权必赐给, 至高者的圣民, 他们的国是永远的, 一切掌权的都必是奉他, 顺从他。 那是至此完毕。 至于我但以理, 心中甚是惊慌, 脸色也改变了, 却将那是存迹在心, 但以理书第八章。 薄沙撒王在位第三年, 有一项献于我但以理, 是在先前所献的异项之后。 我献了异项的时候, 我以为在以兰省舒山宫中, 我见异项又如在乌来河边。 我局目观看, 现有双脚的公绵羊站在河前边, 两脚都高。 这脚高过那脚, 更高的是后长的。 我见那公绵羊往西, 往北, 往南底处。 受在驼面前都站立不住, 也没有能救护脱离驼手的, 但驼任意而行, 渐渐昌盛。 我正思想的时候, 现有一只公山羊从西而来, 变形全地, 脚不沾沉。 这山羊两眼当中, 有一非常的脚。 驼王我所看现, 站在河前边有双脚的公绵羊那里去, 以猎怒之力大发愤怒, 向驼直闯。 我见公山羊就近公绵羊, 向驼发猎怒, 抵触驼, 折断驼的两脚。 绵羊在驼面前站立不住, 驼将绵羊触倒在地, 用脚践踏, 没有能救绵羊脱离驼手的。 这宫山羊就极其昌盛, 正强盛的时候, 那大脚折断了, 又在脚跟上向天的四丰长出四个非常的脚来。 四脚之中有一脚长出一个小脚, 向南, 向东, 向美好之地, 渐渐成为强大。 驼渐渐强大, 高级天象, 将些天象和星宿抛落在地, 用脚践踏。 并且他自高自大, 一位高级天象之君, 他又除掉每天的祭祀毁坏军的圣所。 因罪过的缘故, 有军旅赐给他攻击每天的祭祀, 驼将真理抛落在地, 驼任意而行, 无不顺利。 我听见有一个圣者说话, 又有一个圣者问那说话的圣者说, 这轮到每天的祭祀和施行毁坏的罪过, 将圣所与军旅遭践踏的意向, 要到基石才应验呢。 他对我说, 到二千三百日, 圣所就必洁净。 我但以礼见了这一项, 愿意明白其中的意思。 忽有一个形状像人的站在我面前。 我又听见乌来河两岸中有人声呼叫说, 加百列啊, 要使此人明白这一项。 他便来到我所站的地方, 他一来, 我就惊慌脸浮在地, 他对我说, 人子啊, 你要明白, 因为这是关乎末后的意向。 他与我说话的时候, 我面伏在地沉睡, 他就摸我, 扶我站起来, 说, 看啊, 我要指示你脑怒临完必有的事, 因为这是在末后的定期必有的结局。 你所看见双脚的公绵羊, 就是马带和波斯王。 那粗暴的山羊就是希腊王, 两眼当中的大脚就是第一王。 至于那折断了的脚, 在其根上又长出四脚, 这四脚就是四国, 必从这国里兴起来, 只是权势都不及他。 这四国末时, 当犯法的人罪恶满盈, 必有一王兴起, 面貌凶恶, 能用双关的诈欲。 他的权柄必大, 却不是因自己的能力, 他必行非常地毁灭, 事情顺利任意而行, 又必毁灭有能力的和盛免。 他用全数成就手中的诡计, 心里自高自大, 在人坦然无悖的时候, 毁灭多人, 又要站起来攻击万军之, 军至终却非因人手而灭亡。 所说, 晚上与早晨的一项是真的, 所以你要将这一项封住, 因为这是为后来许多日子的。 于是我但以礼昏迷不醒, 病了数日, 然后起来扮李王的事务。 我因这一项惊奇, 却无人能明白其中的意思, 但以礼书第九章, 马代族亚哈随鲁的儿子大流氏, 立为迦勒底国的亡元年, 就是他在位第一年, 我但以礼从书上得知, 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 论到他要使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 要满七十年。 我便尽时, 披麻蒙徽定着脸面向主神祈祷恳求, 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祈祷自己认罪, 说主啊, 大而可畏的, 神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是慈爱, 我们犯罪作孽, 行恶叛逆, 偏离你的训词典章, 没有听从你仆人众先知奉你名向我们君王, 首领, 列祖和国中一切百姓所说的话, 主啊, 你是公义的, 我们是脸上蒙羞的, 因我们由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 并以色列众人, 或在近处, 或在远处, 被你赶到各国的人都得罪了你, 正如今日一样。 主啊, 我们和我们的君王, 首领, 列祖因得罪了你, 就都脸上蒙羞, 主我们的, 神是怜悯饶恕人的, 我们却违背了他, 也没有听从耶和华我们, 神的话, 没有遵行他吉仆人众先知向我们所臣名的律法, 以色列众人都犯了你的律法, 偏行, 不听从你的话, 因此, 在你仆人摩西律法上所写的咒诅和誓言, 都清在我们身上, 因我们得罪了, 神, 他使大灾祸临到我们, 成就了警戒我们, 和审判我们官长的话, 原来在普天之下, 未曾行过像在耶路撒冷所行的, 这一切灾祸临到我们身上, 是赵摩西律法上所写的, 我们却没有求, 耶和华我们, 神的恩典, 使我们回头离开罪孽, 明白你的真理, 所以, 耶和华留意, 使这灾祸临到我们身上, 因为耶和华我们的, 神在他所行的事上都是公义, 我们并没有听从他的话, 主我们的, 神啊, 你曾用大能地, 守领你的子民出埃及的, 使自己得了名, 正如今日一样, 我们犯了罪, 做了恶, 主啊, 求你按你的大人大义, 使你的怒气和烈怒, 转离你的城耶路撒冷, 就是你的圣山, 耶路撒冷和你的子民, 因我们的罪恶, 和我们列祖的罪孽, 被四围的人羞辱, 我们的, 神啊, 现在求你垂听你仆人的祈祷恳求, 喂, 主使, 你的脸光照你荒凉的圣索, 我的, 神啊, 求你侧耳而听, 睁眼观看我们荒凉之地, 和称为你名下的称, 我们在你面前恳求, 原不是因自己的义, 乃因你的大怜悯, 求, 主垂听, 求, 主饶恕, 求, 主听语而行, 为你自己不要吃眼, 我的, 神啊, 因这城和这民, 都是称为你名下的, 我说话, 祷告, 承认我的罪, 和本国之民以色列的罪, 为我, 神的圣山, 在耶和华我, 神面前恳求, 我正祷告的时候, 先前在异象中所见的那位加百列, 奉命迅速飞来, 约在献晚纪的时候, 按手在我身上, 他向我报信, 与我说话, 说, 但以礼啊, 现在我出来, 要使你有灵巧, 有聪明, 你出恳求的时候, 就发出命令, 我来指示你, 以你大蒙倦爱, 所以你要思想明白, 这以下的事和意想, 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诚, 已经定了七十个七日, 要止住罪过, 除尽罪恶, 赎尽罪孽, 引尽勇义, 封住意象和预言, 并高纳志, 圣诞, 你当知道, 当明白, 从初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 直到有, 弥赛亚, 君王的时候, 必有七个七日和六十二个七日, 正在艰难的时候, 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城墙, 都必重新建造, 过了六十二个七日, 弥赛亚必被剪除, 却非为自己, 必有一王的民来, 毁灭这城河圣所, 至终必如洪水冲霉, 必有征战, 一直到底, 荒凉的是已经定了, 七日之内, 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 七日之间, 他必使祭祀与攻陷止息, 又行毁坏变不可憎的, 直到完满, 以后那结局既定的, 就被清在荒凉之上, 但以礼书第十章, 波斯王色鲁士第三年, 有事显给称为 勃提沙洒的淡以礼, 这事是真的, 但定期是许久的, 淡以礼通达这时, 明白这一项, 当那些日子, 我淡以礼悲伤了三个七日, 美味我没有吃, 酒肉没有入我的口, 也没有用油抹我的身, 直到满了三个七日, 正月二十四日, 我在西底捷大河边, 举目观看, 现有一人身穿系麻衣, 腰术乌发精金带, 他身体如水仓玉, 面貌如闪电, 眼目如火灯, 手和脚如光明的铜, 说话的声音, 如大众的声音, 这一项唯有我, 但以礼义人看见, 铜着我的人没有看见, 他们却大大战惊, 逃跑隐藏, 只剩下我一人, 我献了这大一项, 便浑身无力, 面貌失色, 毫无气力, 我却听见他说话的声音, 一听见就面浮在地沉睡了, 忽然, 有一手按在我身上, 使我用膝盒手掌支持威琴, 他对我说, 大蒙眷爱的但以礼啊, 要明白我与你所说的话, 只管站起来, 因为我现在凤叉潜来到你这里, 他对我说这话, 我便战战兢兢地立起来, 他就说, 但以礼啊, 不要惧怕, 因为从你第一天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 又在你, 神面前刻苦己心, 你的言语已蒙听云, 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 但波斯国的军兰族我二十一日, 忽然有大军中的一个米加勒来帮助我, 我就停留在波斯诸王那里, 现在我来, 要使你明白本国知名日后必遭遇的事, 因为这一项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 他像我这样说, 我就脸面朝地, 哑口无声, 不料, 有一个像人的摸我的嘴唇, 我便开口向他站在我面前的说, 我主啊, 因见这一项, 我大大愁苦, 毫无气力, 我主的仆人, 怎能与我主说话呢, 我一见一项就浑身无力, 毫无气息, 又有一个形状像人的来摸我, 使我有力量, 说, 大蒙倦爱的人啊, 不要惧怕, 愿你平安, 你总要坚强, 他向我说了这话, 我便觉得有力量, 说, 我主请说, 因你使我有力量, 他就说, 你知道我为何来见你吗, 现在我要回去与波斯的军争战, 我去候希腊的军必来, 但我要将那记在真理之圣经上的事指示你, 除了你们的大军米加勒之外, 没有在这些事帮助我的, 但以礼书第十一章, 又说, 当马代王大流逝元年, 我曾起来扶住米加勒, 使他坚强, 现在我将真是指示你, 看啊, 波斯还有三王兴起, 第四王必负族远胜诸王, 他因负族成为强盛, 就必激动大众攻击希腊国, 必有一个勇敢的王兴起, 执掌大权, 随意而行, 他兴起的时候, 他的国壁破裂, 向天的似逢分开, 却不归他的后裔, 治理的权势也都不及他, 因为他的国壁被拔出, 跪于他后裔之外的人, 南方的王必强盛, 他将帅中必有一个比他更强盛, 执掌权柄, 他的权柄甚大, 过些年后, 他们必互相联合, 南方王的女儿必救了北方王来立约, 但这女子帮助之力存立不住, 王和他所倚靠之力也不能存立, 这女子和引导他来的, 并生他的, 以及当时扶助他的, 都必交于死地, 但这女子的根臂, 另生一只子继续王位, 他必率领军队, 进入北方王的宝障, 攻击他们, 而且的圣, 并将他们的神像连他们的官长, 金银的宝器掠到埃及去, 并且他存留的年日比北方的王长久, 南方王就必入他的国, 也必仍回本地, 只是他的众子必然兴起, 招聚许多军兵, 并有一人必然来到, 并且泛滥经过, 以后他必回去, 被激动直到他的宝障, 南方王必发烈怒, 出来与北方王征战, 北方王必百列大军, 这军兵却必交付南方王的手, 到他把大军除灭的时候, 他的心也必自高, 他必使多万人扑倒, 只是他不得因此坚固, 因为北方王必回来百列大军, 比先前的更多, 数年以后, 他必然率领大军, 带及多的财宝来, 那时, 必有许多人起来攻击南方王, 并且你本国的强盗必兴起, 要应验那一项, 他们却要败亡, 北方王必来铸累宫去兼顾城, 南方的军兵必站立不住, 就是选择的民也无力站住, 来攻击他的, 必任意而行, 无人在他面前站立得住, 他必站在那荣美之地, 用手施行灭绝, 他必定一用全国之力而来, 李公正的约, 照约而行, 将自己的女儿给南方王卫妻, 想要败坏他, 他却不站在他那方, 也不帮助他, 其后他必转回夺取了许多海岛, 但有一大帅, 除掉他令人受的羞辱, 并且使这羞辱归他本身, 他就必转向本地的宝障, 却要半跌扑倒, 归于乌尤, 那时, 必有一人兴起接续他卫王, 在国中的荣美的横征暴殓, 这王不多日就必灭王, 却不因愤怒, 也不因征战, 必有一个卑贱的人, 兴起皆续未亡, 人未曾将国的尊荣给他, 他却平平和和而来, 用奉承地画德国, 必有无数的军兵, 视如洪水, 在他面前冲眉败坏, 同盟的军也必如此, 与纳军结盟之后, 他必行诡诈, 因为他闭上来以微小的民成为强盛, 他必和平地来到国中极匪美之地, 行他列祖和他列祖之族所未曾行的, 将掳物, 掠物, 和财宝散给众人, 又要设计攻打保障, 然而, 这都是暂时的, 他必奋勇向前, 率领大军攻击南方王, 南方王也必以极大极强的军兵与他争战, 却站立不住, 因为有人设计谋害南方王, 吃王善的, 必败坏他, 他的军队必被冲霉, 而且被杀得甚多, 这二王都心怀恶计, 同袭说谎, 计谋却不成就, 因为到了定期, 是救了接, 他必带许多财宝回往本国, 他的心反对圣约, 任意而行, 回到本地, 到了定期, 他必返回, 来到南方, 却必不向前一次, 也不向后一次, 因为机提战船必来攻击他, 他就丧胆而回, 又要恼恨圣约, 任意而行, 他必回来联络背弃圣约的人, 他必行兵, 这兵必玷污能力的圣索, 除掉每天的祭祀, 设立那行毁坏可增的, 作恶为背圣约的人, 他必用奉承画败坏人, 唯独认识, 神的子民比刚强行事, 民间有聪明的必训会多人, 然而他们多日必倒在刀下, 或被火烧, 或被掳掠抢夺, 他们扑倒的时候, 烧得扶住, 却有许多人用奉承的话亲近他们, 聪明人中有些扑倒的, 为要试验其余的人, 使他们清静洁白, 直到末了, 因为到了定期, 是救了接, 王毕任意而行, 自高自大, 超过所有的神, 又用奇异的化功击中神之, 神, 他必行事亨通, 直到主的愤怒完毕, 因为所定的是必然成就, 他必不顾他列祖的, 神, 也不顾负女所切勿的神, 无论何神, 他都不顾, 因为他必自大, 高过一切, 他倒要敬奉大军的, 神, 又用金, 银, 宝石和美物, 敬奉他列祖所不认识的神, 他必靠外邦神的帮助, 攻破最坚固的宝障, 凡承认他的, 他必将荣耀加给他们, 使他们管辖许多人, 又未贿赂分地于他们, 到末了, 南方王要与他抵触, 北方王必用战车, 马兵和许多战船, 是如旋风来攻击他, 也必进入列国, 如洪水泛滥, 又必进入那戎美之地, 有许多国就被轻负, 但以东人, 摩押人和亚门人的首领, 必脱离他的手, 他也必伸手, 夹在各地上, 埃及地也不得脱离, 他必把持埃及的金银财宝, 和各样的宝物, 利比亚人和埃塞俄比亚人, 都必跟从他, 但从东方和北方, 必有消息扰乱他, 他就大发烈怒出去, 要将多人杀灭净尽, 他必在荣美的圣山的海中, 监设立他如宫殿的帐户, 然而到了他的结局, 必无人能帮助他, 但以礼书第十二章, 那时, 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大军米加勒, 必站起来, 并且那时必有大艰难, 从有国以来直到那时, 没有这样的, 那时候你本国的民中, 繁明录在册上的, 必得拯救, 睡在地土尘埃中的, 必有多人复兴, 其中有得永生的, 有受羞辱, 永远被憎恶的, 智慧人必发光如同穷仓的光, 那些使多人皈依的, 必发光如星, 直到永永远远, 但以礼啊, 你要掀起这话, 封闭这书, 直到末时, 必有多人来往奔跑, 知识就必增长, 我但以礼观看, 见另有两个人站立, 一个在河这边, 一个在河那边, 有一个, 问那站在河水椅上, 穿洗麻衣的说, 这奇异的是, 到基石才应验呢, 我听见那站在河水椅上, 穿洗麻衣的, 向天举起左右手, 指着活到永远的主启示说, 要到一载, 二载, 半载, 分散圣民权力的时候, 这一切事就都应验了, 我听见这话, 却不明白, 就说, 我, 主啊, 这些事的结局是怎样呢, 他说, 但以礼啊, 你只管去, 因为这话已经隐藏封闭, 直到末时, 必有许多人被清净洁白, 且被试验, 但恶人仍必行恶, 一切恶人都不明白, 唯独智慧人能明白, 从除掉每天的祭祀, 并设立那行毁坏可增的时候, 必有一千二百九十, 等到一千三百三十五日的, 那人便未有福, 你且去等候结局, 因为你必安歇, 到了末期, 你闭起来, 享受你的福分。 感谢 Prophe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